这个休赛期黄马其实是相当低调的了 本来外界认为他们将会在转会市场上接连进行大手逼买人的 毕竟球队头号前锋本泽马已经离队了 而球队核心球员也都是年纪不小了 黄马也需要对球队进行升级了 但没想到的是在签约了贝林厄姆之后 黄马接下来的补强将会直接停止了 黄马主席弗洛伦迪诺也是在采访中表示 和赛卢将会在下周完成签约 然后我们这个下窗将不会有任何的签约了 黄马主席这次的发言也是让球迷们相当心寒了 毕竟黄马在这个下窗之前传闻出来对于 哈夫茨还有凯恩以及后来姆巴佩和大巴黎翻脸后 和姆总传出来了绯闻 但现在看来黄马这个下窗确实就是经费不足 在购买了贝林厄姆之后 球队也不想要进行其他球员的购买了 弗卫叶这次官圈决定也是在和姆巴佩说再见了 黄马没有兴趣这个夏天就为他支付两亿欧元的转会费 还是会继续等待他明年合约到期之后 免费来到球队踢球 黄马下赛季基本上将会是摆烂为主了 膝甲方面保持住联赛前三的位置 在欧冠比赛中则是进入八强就算成功了 而何赛卢作为33岁的老将 能够在生涯末年回归到黄马效力 还能够作为本则马的代替者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幸运的事情了 只是何赛卢的能力自然是无法和金球先生本则马相提并论的 下赛季黄马的风险位置确实是人手严重不足了 维尼修斯和罗德里哥将会承担起来巨大的压力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